关怀据点人才记忌台中南屯区三错里 一位隐藏版书法家 高龄81岁 退休后自学书法 如今成为据点老师 甚至还将长辈上网搜寻字体临摹 随时沉浸在书法世界 三错以老为师 不仅预防老化 也让据点更活络 配着亲音乐 一笔一画写书法 平常热闹的关怀据点安静了下来 而有一位戴着眼镜的奶奶 特别鲜艳 穿梭在学员间 她就是这门课的老师 今年已经81岁 爸爸是中医生 他写那个药草的名字 都是用毛笔写 看看看 后来我退休 没事干就跑到长青学院 调到书法去做职工 就在那边做了十几年的职工 就上瘾了 字一定要对 像缝 鸭鸭 这样子 一撇一纳都很讲究 黄奶奶自学书法 学出兴趣 退休后来到关怀据点 当志工 贡献长才 今年81岁 依旧每周带着长辈们 临摹字铁 一起沉浸在书法的世界 老人家的头脑都退化了 以前小学毕业 那个时候是小学毕业 或者没有读书一大堆 他们听不懂 所以我就说 我利用书法的方式来教你们 你们可以慢慢的认识字 不仅让心灵沉淀 也让长辈弥补小时候学习的遗憾 甚至还教学员用手机上网 喜欢什么字体都可以直接搜寻临摹 他那个春节的时候还有写春年 对啊 真的很佩服 他会教啊 写的不对 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马上个别指导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 真的是会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刚刚开始我们的外聘一些老师 来教我们 那教教的话 我们就觉得在半年之后 发现经费不足怎么办 所以是我的希望说 从这里面有比较smart的 比较聪明的学生 能够学习外聘老师的 他的专长 我们有少许的费用给他 做一种车马费的话 他愿意配合我们永续经营 那我们安排老师的师资 也比较方便 三错以长者为师教学 不仅预防老化 更能活络据典 永续经营